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参选的理念跟报复 我想用一个主题 张亚中与党员的灵魂对话 作为开场 我先讲一个佛经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只鹦鹉飞过一个山林 看着这个山林中起了大火 这个鹦鹉恶话不说 用它的羽毛沾在旁边的河边的河水 然后来回的一只飞 天神看到了 天神说 你何必呢 你可能吗 鹦鹉回答这位天神说 没有办法 我每天在这边欺食 这边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我的玩伴 还有我的家人 这位鹦鹉讲了三个字 不忍心 各位 不忍心三个字 就是我参选的理念 跟我的报复 我生长在台湾 我长在台湾 我一生都在台湾 我真的不忍心看到我们的国家 日欲走向衰败 看到我们的中华民国 被偷天换日 被偷梁换住 被戒壳上市 我看到两岸关系 越来越从敌对 走向了一个高度的对抗 从上层的政治的敌对 走向了底层 社会方面的仇恨 要救国 要救两岸 是我这一二十年来 我不断地努力地动目标 这是我的一个大愿 要救国 要救两岸 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中 我试过了很多的方法 我在街头做过 我还办过很多研讨会 我写过很多的文章 我想 在一个民主 是一个政党政治 如果有一个政党的力量 将会更能够救这个国家 救这个党 救这个两岸 我参选 中国共产党党主席的初选 党主席的一个选举 我当然希望让本党 能够变得更可以强壮 可是我必须要讲 本党已经被掏空的差不多了 我们在党产方面 李仁辉从1990年到2000年 我们就掏了8000多亿不见了 我们的武权宪法 也被结构的差不多了 甚至我们最支持的军公教先生 他们因为退休金被砍 而对本党也充满着一些 离心离德的现象 可是我觉得对本党最严厉的 就是本党的灵魂被掏空了 什么是本党的灵魂 刚刚主持在念到 总理遗属的时候 与智利国民革命凡事是令 其目的在求中国之石油平整 中国国民党前面的两个字 中国毫无疑问的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灵魂 可是这个灵魂 这30年来从李仁辉开始 我们不断地被掏空 历史上的中国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本国史跟世界史 后来改成了台湾史 中国史 世界史 后来蔡英文上来以后 又变成台湾史 东亚史 世界史 中国不见了 我要问问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两位前主席 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当过新闻局局长 当过立法委员 你们当过市长 你们当过县长 我告诉你 我在这个捍卫我们的中国史的过程中 我不只是出钱出力 我还编教科书 我还站在课纲微调的第一线 我在捍卫我们的中国的历史 我们谈到文化的中国 各位 台湾当然是一个中华文化 为核心的多元文化 可是你要知道 即使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编的教科书 还要求我把中华文化 这四个字作为核心要拿掉 只能说多元文化 我当然不接受 我正出了中华文化历史的读本 我一直在捍卫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也是我这十几年来 努力的目标 我们在谈谈中国 身份上的中国 毫无疑问的台湾人 当然是中国人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 本党的领导人 在这一二十年来 有几个人大声地敢说出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相对来讲 我必须要讲 这个论述是非常长白的 然后再谈谈政治上 中国毫无疑问的 现在两岸是分支 但是两岸在主权的宣誓范围 是重叠的 但是两岸的自权是分支的 分支不分裂 是我对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定义 但是我看得不到 我们现在的两位前主席 他们在两岸论述上 有讲得这么的清楚 而反而是在关键问题上的时候 对于中国一直不断的在回避 各位 当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说 张老师 你的论表就是这么的封闭 你是这么的守旧 你这样子会吓好台湾的年轻人 你会让门脑变得奋风离析 你不会有更多的选票 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难道真的在捍卫 我捍卫的难道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各位 中国的历史不是因为你不讲 它就不会存在 中华文化也不是因为你不承认 它就会消失 台湾人不是因为说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从事在台湾就消失掉 而政治上 你不讲中国 北京不会容许你不讲中国的 两岸之间的兵凶战略可能就会发生